香港日记 1992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威胁恐吓纳粹风格 作者彭定康 播讲夏秋年 11月27日星期五 立法局发起投票活动来决定是否同意提供资金 让新机场得以动工 结果很顺利 我们只赢了两票 正反双方的投票结果接近 与我们一起在东京参加会议的鲍磊 还专程反港投票 鲍磊是前任港督魏毅信委任的立法局议员 从1985到95年 也是一和洋行的董事 他专责公司的日本业务 而且是香港总商会的副主席 强力支持政府承诺要赋予香港的自治权 获得和其团队的游说工作成果亮丽 如果我们输了会是很大的打击 11月28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我们去了连仓造访佛教寺院 多年来那里一直有我的首位日本好友 佐藤行雄的祖父和父亲管理 意诸佐藤行雄是日本外交官 曾任日本驻澳大利亚及驻荷兰大使 11月30日星期一 回到香港后 我们有段时间过得该死的糟透了 中国针对香港新机场问题的所作所为 已经够令人心烦 他们还公开提出威胁 表示1997年前签署的契约 中方打算一概不予承认 在回归后所签署的才算数 今晚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发表了一份声明 暗示除非得到北京的特别批准 否则英国政府给予的任何新拨款 租约或特许经销权 在1997年后都不受承认 因此 虽然目前看起来不只是新的货柜码头 面临着风险 其他方面也岌岌可危 但香港的法律地位是非常明确的 根据基本法 1997年之前签署的契约 在回归后 理应都要能履行 我们在联合联络小组中 与中国讨论特许经营权等问题 已有一段时间了 中国的意图 显然不是要对契约的合法性进行争论 而是要动摇市场的信心 降低士气 并吓唬投资人 12月1日 星期二 中国在这一点上暂时取得成功 今早市场因遭撼动而导致恒生指数下跌 普伟市和董建华又开始在行政局里 剑拔弩张起来 说我们应该直接放弃提案 普伟市还将英国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 与此事相提并论 但这对香港面临的问题实在毫无帮助 意著这是指1992年9月16日发生的黑色星期三事件 前面已经提及 科里达在国内趁机落井下石 投书《泰晤士报》谴责我们正在做的事 他的论点是 虽然不幸我们不喜欢中国的形式风格 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只能无奈接受 我猜在1930年代时 针对那时候纳粹德国的形式风格 提出类似论调的也大有人在 在回应完立法局的问题后 我和港府政治顾问欧威联开了个会 他透过一位中间人收到了来自中国领导层的消息 首先 这消息证实了我们目前已知的事 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层的成员认为 在香港发生的事是国际社会针对中国所设计的一部分阴谋 他们把这件事和其他事件联系在一起 包括美国出售F-16战机给台湾 布什总统指派的美国贸易代表卡拉·西尔斯访问台北 德法两国和荷兰对台湾的态度 以及中国的最惠国资格等议题 这些都是西方企图颠覆中国的阴谋 目的是摧毁最后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政权 据悉有迹象表明 中国准备好可以容忍以民主为基础而组成的选举委员会 以及定义上更宽松的功能组别 以上这些并非我提案的内容 所以中国在思考此提案是否可能来自立法局的个别成员 事实上这的确是有可能的 这是我和欧威廉、布政司和财政司讨论过的结论 我也和我的私人秘书戴燕林和政治顾问李伟略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对这个议题严守立场 就政治面而言 我方认为可以容忍的唯一折中办法必须来自立法局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